注意看,五旬大叔每天身穿几百斤铁衣,只为练成绝世神功,被专家点评训练不可学。 不管在任何场景任何地点,他毫不在意别人一样的眼光,铁衣更是从不离身,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启发,才让他对铁衣如此执着。 下来小编带大家走进铁衣哥的功夫之路。 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视频中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叔,来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普通家庭,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功夫爱好者,更是对武侠小说里的轻功极度痴迷。 每天都会在工作之余进行高强度训练,他的训练装备和器材基本都是自己打造,家里的空房里简单铺个地毯就成了他的训练房,也从来不听所谓专家的建议。 他的训练方式与众部队,负重俯卧车,负重匹叉,挥舞重达六十斤的巨型双截棍,负重打杀带胆。 无论进行什么训练,铁衣铁链从不离神,就这样,经历了几十余载的风雨洗礼,身穿铁衣早已习以为常,不论是干农活还是去菜市场买菜,不论是坐地铁还是去海边游玩。 重达几百斤的铁衣,在他身上如同普通的衣服一样寻常,他丝毫不在意路人一样的眼光。 更是身穿铁衣从河南驻马店徒步到了这辆行中,全程长达一千多公里。 除此之外,他还身穿铁衣挑战各种高难度项目,穿铁衣游泳,只见他在下水的一瞬间就快速下沉,被网友们纷纷调侃说,这个项目只能中午挑战,因为早晚要出事,调侃归调侃,但不得不承认铁衣哥的负重能力确实厉害。 就连身穿铁衣去爬山都显得格外轻松,但也不乏有网友质疑他的铁衣是不是真的,更是有打假人士登门打假,只见三人抬起一件铁衣都相当吃力,这才让评论区的黑粉哑口无言,更是有专家点评铁衣哥的训练方式不科学,重物长时间的压在身上,会导致腰部和膝盖逐渐损伤,但铁衣哥根本不予理会,身体也一直被绑,你们觉得他的训练方式正确吗?大家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感谢强烈推� 欢迎本期视频,我们下期见!